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妈妈和吉尔纳就没人照顾 她的家也被推倒了 妈妈和吉尔纳无处可去 如果她再不努力挣钱 妈妈和吉尔纳生活会陷入困境 但是如果不找 阿祖法和凯撒中就是她最爱的人 假如就这样放弃了 那么她也有可能会后悔和痛苦一辈子 所以康特经过再三考虑 下定决心继续寻找自己的妻女 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 康特暗暗发誓 无论如何都不会停下寻找的脚步 康特已经下定决心寻找自己的妻子 老哲也鼎力支持 她对康特说 阿祖法应该还走不远 你再到附近的大山上找找 你家里的事就不用担心了 有时间我帮你回去看看 你妈妈和吉尔纳 他们有独立生活的能力 听了老哲这么一说 康特也就放心了 康特离开前 老哲仍不忘叮嘱康特 要保持手机畅通 有什么事情及时联系 找累了就回来休息几天 康特听得心里暖暖的 老哲简直就是把康特 当成了自己的孩子 看不得他受一点伤害和委屈 有了老哲的支持 康特也有了继续寻找 阿祖法母女的勇气和信心 康特开着车来到了附近的一个牧区 广袤无垠的麦地上 到处是吃草的山羊 但一个人影也没有 估计是天气炎热 羊群的主人已经到阴凉的地方避暑了 康特穿过麦田 环顾四周 墓之所及之处 全是崇山峻岭悬崖壁 康特看了东边的那座 山绿意盎然 应该比较适合人居住 决定到那座山上看看 康特现在真的是太可怜了 自从知道了妻子和孩子的下落 到阿祖法母女再次消失的无影无踪 这两天康特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 甚至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 因为再次失去阿祖法母女 流下了泪水 康特真的是太思念阿祖法了 尽管老者和他说过 阿祖法可能是领着女儿去寻找的 用不了多久就会回来 但是康特还是放不下 因为康特算着日子 阿祖法快要生了 他必须要在妻子生产之前相聚 其实不论是康特还是阿祖法 这对苦命鸳鸯都渴望在孩子出生之前重逢 可谁也没有想到 就在两人即将重逢之时 阿祖法因为太过思念丈夫 一声不吭地就带着孩子 轻装远行去四处寻找自己的丈夫 而不知所踪的阿祖法 怎么也没有想到 他前脚刚走 后脚他日夜思念的丈夫 就来到了他的小屋 现在日夜思盼着他们母女回来 在阿祖法母女小屋的周边 寻找了几个小时之后 康特依然没有看到妻子的行踪 绝望的康特知道 这样在大山里一直找下去 根本不会有任何线索 不过 这里距离阿祖法的妈妈家里 也不是特别的远 康特决定再去一趟妈妈家里 看看阿祖法有没有带着孩子回去 然而在下山的路上 康特发现了一处山洞 他满怀希望地走进去查看 但是很遗憾 这里面根本没有居住过的痕迹 无助的康特一刻也不想再等了 他赶忙来到山下 开着车子 就准备朝着阿祖法的妈妈家里驶去 再去的路上 康特看着两边满是推倒的房屋 心里有着一种说不出的心酸 因为除了妻子的房子没了 妈妈的房子也没有了 康特真的是不知道自己究竟该怎么办了 其实就算找到了阿祖法 同样有很多烦心事等着他 不管妈妈之前做得多么过分 康特都不可能 任由妈妈露宿街头不管不顾 现在康特没有回去 可能只是想让自己的妈妈多吃些苦头 让他明白 现在的一切都是因为他造成的 希望他能明白 只有一家和睦 才能好事不断 再开了一个小时的车子 康特来到阿祖法妈妈居住的村庄 尽管康特已经捉襟见肘了 但他还是走进了超市 给阿祖法的弟弟买了一些好吃的食物 康特在超市里拿了一盒羊奶 买了一些小零食和一个甜甜的瓜 这些或许在我们眼里看着不多 但对于不富裕的康特 真的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买完东西之后 康特开车来到了阿祖法的妈妈家里 等康特走进小屋 阿祖法的妈妈并没有在家 屋里只有阿祖法的两位弟弟 康特说我过来看看你 这是我给你们买的一些小零食和甜甜的瓜 康特在坐下来之后 就询问阿祖法最小的那位弟弟 最近你的姐姐回来过吗 阿祖法的弟弟说 我姐自从去年走后 就一直没有回来过 也不知道她现在在外面生活的怎么样 不过我听妈妈说过一次 她又在外面找了一个丈夫 听这位弟弟说完 康特知道阿祖法母女并没有回来 由于时间不早了 康特再简单说了几句 就准备走了 临走 康特告诉阿祖法的两位弟弟 我过段时间还会再来看望你们的 本来就心里非常的难过 可来了之后 看到阿祖法的弟弟那个样子 这让康特觉得更加的对不起自己的妻子 康特下定决心 不论寻找妻子的路有多么艰苦 他都要坚持下去 一定在孩子出生之前找到他们母女 然后陪着妻子一起回来 看望他的妈妈和弟弟 等回到阿祖法母女之前的住处 天色已经伸手不见五指 老者本来是想让康特去家里住 可康特担心妻子回来见不到 康特决定晚上就在这旁边住下 一旦妻子回来 就能第一眼看到他的车子 视频看到这里 那么大家觉得康特和阿祖法这对苦命鸳鸯 会不会在孩子出生之前相聚呢